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光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來看一間Richmond的Town House 這個街區是我們其實都feature了好幾次的 屋苑第一次和大家來看 但是街區其實我們外面是No.4 Road 下面是Blandell 我們是一個小區的門牌號碼 叫7511 No.4 Road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這間Town House 就不會對著大街那麼吵 就是這邊進來 你車或人走進來 再轉進去 經過現在這個超級美的天氣 我們剛剛還在下雨 現在就放晨了 有這些風樹變黃之後會變紅 一直走進來的內街的一間Town House 這個街區我們上一次分享 這個叫McMinnon North 在Richmond 這個街區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的效望很漂亮 是Palmer的Catchman 我們今天分享的Town House 不是像我們去年 我們分享的後面的社區 9833 Kiefer 大一點的Town House 834萬 我們今次選了一間新掛牌 就是小一點 兩房的Town House 室內的總面積是1000呎 但也是一個Vertical 獨動自己的空間 樓下那一層就是雙車褲 樓上的主桌 有很寬敞的客飯廳 再上去也是很大 兩房兩次 今次這位業主是一手屋主 非常之石屋 所以整間屋裡外外 尤其是裡面的所有廚櫃 所有東西都保養得很好 而且長期都是兩個人居住 所以這間屋裡的Wear Interior 都非常之少 待會就會帶大家去看看整間屋 後面還有一個小花園 車褲就是前後tandem 當然我們都希望有些浪費 浪費雙車褲 但通常都是三四房的Town House 價位一夜就跳到834 我們這個價錢是90萬樓下 掛牌價89萬9 1000多呎 兩房兩次兩車位 這個價位我們要橫向對比 例如我們現在賣很多condo Per Brandwood 我們有很多94萬9 兩房兩次的一個車位 這個condo又小很多 沒有一個獨棟的空間 還有一個比較加拿大 你真的來了外國 有一個很Chill 很舒服 內街的生活Style 就是完全不同的Product Price的參考 都是給大家想想 到底我們都是想住condo平層 還是想有一些 再Private多一點 安靜一點的Lifestyle 這個街區的優點 就是它雖然是自己Town House社區 但其實Walking Distance 或者是坐車10分鐘 你可以去到一些很旺的市中心 等一下會和大家去看看 然後整個社區 大家都看到其實建得很漂亮 當初這個complex 它的樓齡大概是19至20年 是2004年開始入伙的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15號這一戶 它是最後一批入伙的 所以它入伙的年紀是2005年 當初建的時候建得很用心的 你看到他們門口都會有個driveway 雖然未必拍到車 但因為有這個driveway 令到兩排Town House之間的距離會闊一點 很多時候我們走到一些深一點的Town House 會覺得好像很逼潔 或者泊車難度高 是因為它們是貼正在路邊的 這裡你看到全部有很多都是setback了 所以條路本身闊 路上也還有那個小的driveway 通常要去到South Surrey Coccurum 才有 Richmond是越來越少的 沒有的了 然後這房子的style 你會看到style是類似的 但顏色都不同的 有淺黃 藍色 淺藍 有黃色 配合紅色 綠色 好像一些北歐 對 像北歐那種小房子的感覺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看到這些金屬的圍欄 就會覺得是深滿的 我問了業主 原來當年它說一手交樓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而且當倉器建設的時候 建設本身已經很用心去建設 所以它的質量其實是OK的 很擇受 我想說 你剛才不是說 有些窗台位掉了色嗎 是啊 但我看到裡面是實木 哦 是不是 我們剛才因為 很多其實現在不會是實木的 是那些枝皮板 那你有沒有拍到 沒有 反而有些時候原來這間屋 都不用這樣 我們剛才看到有幾個窗台位 因為我們通常跟業主買房子的時候 都會看看這間屋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一些小收小補 令到這間屋呈現得更好些 那我們就是有些 你知道住了差不多十幾年 一手業主住到現在 說說是一點瑕疵都沒有 就不可能了 有些窗台位 太陽曬會裂開崩開 我們看到裡面都是實木 我們都會找師傅補一補 讓整個體驗更加好些 好 我們說完它的建材 門口好像這些就是木頭 你看它屋遠都維護得很好 就會定時有油油 因為通常這些木頭 如果不油的話 很快兩三年就會爆裂 油得很好 那外面這些是黃色的 你看這些五顏六色的 這些材料都非常充滿 相對來說 如果是木頭建的Town House 就很容易會有煤 有時候要油 有時候維護 將來維護成本會高了 這些就是建築成本高 但後期維護成本低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 就是15號這個Town House 車庫對前了一點 所以車庫空間其實是很深的 這裡有個正門 然後有個後門去花園 然後中間客廳出來 有個露台 而這個單位還有個好處 大家看到陽光曬進去這麼正 因為它是座北向南的 正門口客廳位 和最上面的房間位 都是看著南邊 它看出去看到前面這間屋 但旁邊已經沒有屋 立刻黏住了 所以是看這條街 和這麼漂亮的楓葉 相對有一個開放 但又未至於 坐正這條街 有少少露衝 所以很舒適 好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快點上去 和大家看看這間屋 這是三層的城市 我們進門口 左邊是前後的車房 然後上去就已經有客飯廳了 上來就已經看到中層 主樓樓很通透 因為這間屋的優點是座北向南 我們的門口是向著南邊 太陽又出來了 你看到陽光已經進了屋 很暖暖暖的感覺 業主不會陸續有搬清東西走 所以大家看到有些東西不是很多 其實空間都很闊落 有一個很闊的梳化電視位 然後這裡看出去的話 我們會看前排的屋 但因為這裡已經有一條小馬路 所以旁邊又沒有立刻很多屋擋住 我們這個單位的優點 就是我們不會對整條路路沖 但我們都會看到 這裡看出去南邊的一些風景 這叫做開放一點 不是直接是樓望樓 現在還要是秋天 看到一些黃葉都很漂亮 我們可以出去看看 我們很少看到一個露台清得這麼乾淨 通常露台這邊溫哥拿凍 不會用得很頻密 通常都是關上青台灰灰的 不想出去 但看到這個露台是立立的 周邊的外牆都很乾淨 我們繼續看看單位 這邊你會看到 雖然這一類型的城市 不是很闊 但客廳位是特別闊的 因為除了玻璃門 還有兩邊之外 所以你這一面可以看到 很多南邊的陽光進來 而且這個城市 還有特點的 樓底很高 這裡超過了九尺樓 所以在中間這一層 哪怕在中間的飯廳位 剛剛看到陽光也能進來 因為樓底高窗大 也不用怕在中間這個位置會很暗 上面是一個可以放在Chandelier的位置 再去到這邊就是北邊 暗一點 但你這裡看出去也很舒服 這裡是對後排的城市 這裡可以看到自己後園 有一個草地的屋 你看它的吉塔很乾淨 我剛滿正的樣子 屋苑清得很乾淨 不是鋪滿樹 而且最近我下過魚 不是夏季 這就是後園的小屋 廚房位 開放式廚房設計 這邊也有很大的L-shape桌面 所有東西都是原裝的 但業主也維護得很好 像這些廚櫃面 也沒有很多水氣 潮霧 全部都是維護得很好 然後煙機電器也是原裝的 這邊L-shape桌面 有四個頭的濾爐頭 下面有個焗爐 果然也是我們Chinese culture的焗爐 用來放鍋 沒有手機放碗 然後兩邊都有些櫃桶 可以放些細小東西 下面有一個Double Sink 因為業主還在自己住 我今次就不開了所有櫃桶給大家看 然後有微波爐位 電飯煲 Double Sink 還有一個雲石桌面 好像一個巴桌 可以吃早餐和飲食 這裡也可以送菜出來到飯廳位 除此之外 剛剛沒有指示給大家看的 這邊又有闊身出去一點 是個BREAKFAST AREA 可以放小餐桌 在這裡吃東西 或者好像這些兩房TOWN HOUSE 如果大家不是一家四五口 可能只有兩個人住 根本未必需要中間再放大餐桌 這個位已經可以一個夠大小的桌子 好像這邊這樣 好 我們現在上樓上看了 我一邊過來 中間有個檯面可以放些東西 其實很靠近 這間房子的感覺 地毯、牆壁 還有少許奶奶黃黃 少許綠色 配外面的秋葉 感覺很有Canadian style家的感覺 很舒適 有些白色的扶手位 我們上去 這隻DOWN HOUSE上去的樓梯 不是一直到頂 去到中間這個位 還有一個LANDING位 可以卸一卸 所以老人家也不用太害怕 很累 這裡有一個CLOSET 其實很多儲物空間 每一層的這個位置都是儲物空間 上來一個短的走廊 就是兩房兩次了 我們看看主人房 經過主人房 裡面就是Laundry 主人房跟下面的廳 和門口是一樣的 是向南的 所以都會非常之光晚 可以看回這個楓葉景 夏天有樹景 冬天就更加通透了 下了葉 春天就看著樹 三分葉出來 就會覺得新意央延 那種感覺 就是看著樹 這邊的窗都很大 其實房間 舊一點的TOWN HOUSE 不是比起現在這些 可能是新樂城的TOWN HOUSE 這些大概十多年 二十年未到的樓令 2005年起 其實真的很好用 你看到這張不是大床 這張應該是Queen Queen size 但旁邊有床頭櫃 有座椅 還有Dresser 其實足夠大家擺個King size 或者你擺個Queen size 這邊可以再擺個按摩椅 很舒服的 然後這裡中間的空間 你還可以再擺到電視櫃 書櫃 或者如果衣櫃不夠 可以放置 再裝個衣櫃也可以 所以Space 又深又闊 這兩邊就是雙門衣櫃 裡面也可以放衣 然後就看主人房的套廁 其實床放得太近這邊 我覺得這邊有點窄 其實可以推過去一點 廁所的話 很簡單的三件號 進來的話 你從廁所可以看到真章的老業主 一步進廁所 一進廁所 一進廁所 又不開 年紀大 那些就這樣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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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說得對 好 沒錯 好 現在有很多客人跟我說 要買樓的時候 都是要買房間和廁所 不可以太遠 不知道怎樣 好 進來之後 簡單的三件號 這個洗手盆位 都有闊落 所以你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大堆清潔用品 或者牙刷牙膏等 上面四盞燈 下面有空間 然後四格櫃桶 之後 這個是一個Shower 其實廁所 通常都可以見真章 用得乾不乾淨 可以看到整個洗手間 一滴黑色毛 那些黏著的 專縫之間 有時候會有些橙色的 那些什麼都沒有 很乾淨 業主用得 然後呢 哇 它直接有玻璃掛 隨時就清洗了 真的用得很乾淨 其實 這裡只是差點鎖 用得很乾淨 業主 剛才忘記了 在廚房和大家分享 是非常親密的 即是一間 一間 城市 如果我們說不是新的 可能用幾年 已經開始可以 認識到 這個業主石不石屋 它差不多是二十年 十九年的樓齡 但所有的東西 都是乾乾淨淨 那些面子都保養得很好 好像這個洗手間 因為他們兩個人住 基本上不用這個 所以都是維護得很乾淨 只是洗手去洗手間 主要都是用那個洗手間 這裡是掛衣服的 洗手盆這邊也很乾淨 這個是客廁 另一間房間就是這邊 現在放了一張單人床 還有一個書桌 如果你想放雙人床 拍賣一點也可以放 其實空間又很大 正正方方 然後 這個是Jack and Jill的洗手間 是不是 不是 有門 對 這個賣點都忘記說 這個門遮住了 好 永遠 業主不說 我真的沒有發現 被他遮住 這個是Jack and Jill 這個叫做 Cheater bathroom 如果你家裏 可能是父母 子女 不會再有第三個人分享 其實都不會在樓上兩個廁所 基本上可以當客廁 也可以當這間房間的主人房廁所 這間房間的 Second Master廁所 它有亮門的 你可以在這間房間進去 也可以在這間房間進去 也可以在這間房間進去 好 讓我幫他鎖一下 好 這邊有個衣櫃 這個closet 不太方便給大家看 裡面有很多東西 會有一些暖氣的控制 譬如說 這些有機器 下面有個 Baseboard 但它有吹風 下面有一層吹風 但為什麼這裡也有吹風 不夠暖 可以再開Baseboard 對 這個系統 很有趣 窗邊有個Baseboard 可以用這些電來暖 但是同樣 大家的房間也有走到Furnace 吹風口系統 有這個吹風口 剛剛還沒看 laundry space 都很大 如果大家想再換大一號 洗衣機乾衣機 應該夠空間 不過找師傅回來讀一讀 我記得這是我們當年 差不多第一條Town House 記得陳生陳大 那間Town House 在Garden City 我一會兒在那裡吃飯 大家看看周邊的15分鐘生活圈 他們也是買了一間Town House 當年真的划算 換了一個洗衣機乾衣機 我記得 好 那我們現在整間屋都看完了 車房還沒看 等一等 不要那麼心急 我們就看到 這個就是車房空間 Tandem Tandem的意思是前後車位 所以你看到比較深的空間 而且車房也有窗 然後也有一道門 是可以去到後院的 這個單位裡面 洗衣機乾已經在樓上 Hot water tank 還有Furnace 就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房間 也有些Exture storage 也有一個燈 這裡有很多空間 然後 這裡很暖 怕什麼被人撓 擺在外面應該沒所謂 去剛才撿屋 撿出來 這邊還有一個closet 然後 這裡 有道門 可以去到自己的後院 我們去後院看看 一個Fence Yard 如果你有小朋友 或者養寵物 都可以在這裡 給他們一個Extra space 現在帶大家看周邊的環境 我們這間time house 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可以約Carrie2號3號 星期六日來看 因為業主比較private 不希望被打擾 所以我們不會做open house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樓 星期六日 就要事先辦 appointment 和Carrie約好 來到這個屋苑 找停車位的話 好像我這邊 我那部車 那間屋旁邊 有個Visader Parking的位置 前小小 這個空位 都有兩個Visader Parking的位置 全部都有個牌寫著 所以屋苑裡面 我大概目測有三個 可能那一邊還有 然後大家派進來就可以了 那間屋 就是在最裡面的位置 我們現在就出去4號 跟大家看看 15分鐘的walking 或者開車的生活圈是怎樣的 雖然我們住townhouse 和住condo 是完全不同的lifestyle 但是都可以中間取一個平衡 不用說住到一定很僻靜的區 那好像這裡 4號路駕blumdale 如果我們想去richmond center 或者想搭sky train 上vancouver 上barnaby 上down town 其實是10分鐘的車的距離 你開車不用說 很快就到了 如果大家說 老人家不想開車 或者是小朋友 沒有車牌 不是很小的小朋友 中年都叫什麼 年輕人 這樣的話 不繁忙 這裡 4號路 一出來 就已經是4號路了 這樣 4號路馬上忙很多了 是不是已經想像不到 剛剛那種寧靜 巴士站 首先我們看到 對面是回來的巴士站 所以如果 不知道怎麼過馬路 要亂過馬路 我都不知道 總之如果大家在richmond center 如果在richmond center 回來回程 就可以回到我們的小區 我們的小區 原來叫Harmony 7551 和7531 這裡進去 轉右就是了 404巴士站 那一輛巴士 乘搭很快 8分鐘左右 的車程 就可以到richmond center 所以大家在google 知道溫哥華的巴士系統 我前兩天不知道 哪個youtuber說起 原來溫哥華的公共交通系統 非常發達 因為你在google 就可以看到巴士 什麼時候來 所以大家只要在google 看著 看時間 8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到richmond center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待會 因為拍完片 又很餓 去吃東西 所以我們也會在附近 一個可以walking 到一個地方 15分鐘的步行距離 就是這裡 大家應該住開richmond center 就知道 我們現在已經 5分鐘的driving distance walking 15分鐘 來到blundell gap garden city 這個商場其實很大 不過我們都可以一眼看完 最遠應該最有用的 就是safe on food 是鬼魯式的超市 但是這裡也有很多食物 直播 我們本身是想去吃那間新旺 想試一下 不過就沒有 所以現在我們就決定去越海那裡吃東西 這邊有個blends coffee 中間也有韓國和日本食物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說一定要開車 或者不用去市中心 你基本上五分鐘過來 已經可以解決吃東西 買菜的問題 如果你要去搞支票 銀行的 那裡有cibc 應該還有一間銀行 然後呢 safe on food的旁邊 有個shopper's drop bar 那裡就是你要買些什麼 洗頭水 護膚品 什麼棉 紙巾 藥房 那些全部都有了 好像馬路對面 還有個小一點的商場 這個garden city 那個好像叫blendale 我忘記了了 那裡就是有個成功超市 地標 我經常記得這個東西 還有油雞虹 還有一間以前好像叫Kirin 看看日本食物 不知道是否還在 我們這次第一次來吃這間越海山莊 之前經過很多次 但都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想到來這裡吃 然後發現門面很漂亮 有一條紅地尖鋪上來 上二樓 還有一個風水浸在這裡 可以看穿裡面 很棒 蜂葉很漂亮 拍到嗎 整個玻璃窗看出去都是蜂葉 拍到嗎 不過不然拍到人 鰻魚酥 外面是酥 皮 裡面呢 鰻魚 試試看 不知道你哪有吃過 黃平 是嗎 好吃 酥通常都好吃 夠香 倒些醬 倒些醬 這是什麼腸粉 刮刮刮豬肉 好像是 這塊沒有肉 沒有肉 擦散了 嘩 吃不到 我還沒吃 它給了紅醋 我還不吃 你還會弄穿在旁邊 小雲吞和小龍花 我都很喜歡吃 可惜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吃小雲吞 炸肉 很美味 我放在一起 再次身上薑 看薑更好吃 嗯 好,我要拍你 為什麼? 你不吃魚 少少 肥仔魚出場 而且很久沒吃魚 經常吃雞、牛、豬 這個魚 掉了 好熱 好熱 好吃 這麼肥 肥肥蝦 有些膠位 特別滑 油了少少 小龍包十元 不是,你吃得最少 今次吃得很少 都有一盒 腸粉、鮑魚鬚 最貴的是魚 15元 加起來是55元 給小費 六十多元 什麼時候被人收音 什麼時候 為什麼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